如果在这儿它表现的意义是表现的符号语言和观念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 那么人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仅讲什么 人的一个抽象的理智的活动 而是讲的什么呢 而是讲的它的这样一个历史活动 包括什么作为人化的自然 也就是能外化了 那么人造的园林和艺术品是什么 就说即使是艺术的东西 它是把它创造化的东西 通过一种作品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 它绝对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精神观念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从这样出发 所以它讲的就是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是什么 是感性和理智 自然和文化的统一 自然和文化的统一 这是它对这个马克思的感性的意义 实践的感性的意义说明 所以你只讲感性的话 你不讲实践的感性 那就是说你去到的这两个 一个是它的这个能化的自然 能化的自然 我们刚才讲的它和这个 为什么说它是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的这样一个 近代哲学的这样一个 近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一个批判 是具有现代哲学的意义 那么现代哲学意义 它其中一个对菲尔巴哈的洋气呢 就是它不把感性看作是抽象理智的东西 而是把它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一个人化的自然 一个是对象化的这样一个存在 对象化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是它对这个 能的感性的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强调实践的感性 实践的感性 实践的感性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们要把这个意义呢 要把它把握 第二个呢是能的需要 是能的需要 它认为能的需要的世界 能的感性世界的发展呢 它是离不开需要的 所以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那呢 需要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它很多人呢 都这个就是说 包括这个布达佩斯学派后来都把 就专门探讨这个需要的问题 探讨需要的问题 那么对于能的需要呢 它着重啊 分析了三个 从三个方面呢 分析了这个能的需要 也就是对它的这样一个规定 首先它的第一个规定呢 它说需要是能的生成的必要前提 是能的生成的必要前提 它说在能的一切活动中 活动中需要在一般的意义上 被确定为能自身的生活状况 如果没有相应的某种需要 或不创造一种需要 就没有人的生活 就没有人的生活 它说这一点 即使远没有达到文化和技术的时代 就是如此 更不如说达到经济生活的年代了 所以这样呢 它就是把这个需要啊 首先什么 作为能的生成的一个必要前提 就是如果没有需要 就没有能的生成 那么你作为生成的要素的话 你要把能的生成要素 拿入到马克思的实践当中去 那么你就要讲生成的问题 讲人的需要的问题 讲人的需要 那么在讲能的需要之间呢 它的第二个规定呢 第二个规定 强调什么 就是说工具的创造 就是说能的需要啊 它是什么 工具的创造和能的劳动的革新 和劳动革新和需要发展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你要研究需要 就要研究工具的创造和劳动的革新 与需要发展之间的关系 它说能和动物都有需要 都有需要 但是呢 能的需要和动物需要是根本不同的 动物的需要呢 只有对自然的需要 就它仅仅只是对自然的需要 并且是依赖于自然的需要 而人的需要却是与创造工具和革新 劳动相联系的 所以人的需要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种社会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 是不断发展日益复杂化的这样一个需要 所以他说在现代社会能不仅有个体的需要 还有社会本身的需要 政治的需要 直接的需要 有教养的需要 自然的需要和人造的需要 就是它的需要啊 随着社会的日益丰富 而不断的发展 而不断的发展 正是这种复杂的需要 复杂的需要构成了人们之间的复杂的社会联系 这种多样化的需要 构造了人们之间的复杂的这样一个联系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他分析了人的需要和他的感性之间的关系 感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劳动变成了一种需要 感性是在劳动当中 并且通过劳动而发展和被定义的 就是说 劳动成为需要是能的发展 就是劳动啊 人们需要劳动是能本身的发展 因而也是能得感性世界的发展 这个里面他讲的劳动是什么呢 劳动就是马克思意义上 马克思在定义的劳动意义上的 就是说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是他自身的价值的一个实现 价值的实现 所以说劳动本身成为人的需要 本身成为人的需要 所以劳动的成为需要啊 是人的发展 也就是说人要发展自我 他作为最高的需要 我除了吃喝 除了安全感各种海洋 我有一个最高的需要 就是什么 人自身创造的需要 他的价值实现的需要 这就是讲的劳动啊 他本身的需要 所以他说劳动成为需要 是人的发展 因而也是人的感性世界的发展 这个地方呢 他突出了劳动作为人的需要本身 认为正是劳动的需要 决定了需要的性质和自身的发展 决定了需要和感性的联系 感性的发展 所以他就认为啊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一切实践都依赖于两重基础 一重是感性 另一重是在需要的刺激下产生出来的改变感性 改变感性的创造性活动 他说这一总体现象 也就是说需要劳动对感性 课题的感性的享受 在各个层次上被建立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所说的需要劳动和享受 就是实践的基本要素 那么以这些要素呢 这些要素啊 都是以劳动为中介 在人和自然 人和人的生产生活 和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上被建构起来 那么只有在这样一个 在这个时候呢 才形成实践的总体 实践的总体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联斐福尔呢 是通过对需要本身的一个 生成论的这样一个说明啊 就是说存在主义的说明 把人的生成的要素 整合到实践当中去了 就是说在实践里面呢 他不仅仅是劳动的概念 而且呢 强调是什么 是人的生成的要素啊 也进入这样一个 人的这样一个实践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这个马克思的 这个需要的解释 如果仅仅从他的这个抽象的看啊 如果不把他放到 这个存在主义的 这样一个概念里面去理解 你很难的理解他的变革 你比方说他对需要的规定 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 这个我们讲的啊 马克思在得意志的形态里面 讲能德生成的四个前提 是吧 四个前提 其中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就是需要 就有需要 就是说这个需要本身啊 马克思是把它作为什么 能德 能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 他就是不断的有这个 由于生活资料的需要 所以刺激了人的需要 而人的需要的发展呢 又不断的刺激了 这样一个新工具的发现 刺激了这个人类的历史 所以在马克思那儿呢 他绝对不是仅仅讲一个什么 仅仅是一个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 他还同时包含什么 包含人的欲望 包含人的需要 就是有一种心理要素 所以在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解释当中啊 他同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他在逻辑层面上的 是一种技术要素的这样一个支撑 这样一个支撑呢 形成了什么 历史的必然性 形成了历史必然性 那么另外一个要素呢 他强调是什么 强调的是需要 就是说能德一种心理要素 原始的这样一个心理要素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 还有他的心理的这样一个特点 他在两个要素里面啊 这马克思啊也 就是说所以你要是从这样一个 他的解释里抽象地看 好像似乎是没有这个区别 但是你如果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啊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这样一个 对需要的规定 那么他讲能德生成的必要前提的时候 这无疑是马克思也讲到啊 能德生成的这样一个前提 那么再一个呢 讲能德需要的这样一个社会性 马克思和劳动讲的时候啊 他也是的 但是马克思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的最高的最高的这个 也是讲的和马克思相区别的 也就是说他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改造的 这样一个思路在哪呢 在他的第三点 他的第三点上 就是第三点上 马克思也讲了 在这个 这个184年经济学手稿当中 马克思也讲了劳动 劳动啊 这样一个本体上的意义 但是在德意形态里面呢 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 劳动作为能德本质 作为能德本质 作为能德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需要 就是说价值实现的这样一个 生成的 自我生成的一个 价值的需要 或者说 能德发展 能德自我创造的这种改性的需要 他没有定义 而这个列斐福尔呢 刚好在这一个层次上 他定义了 就是说前面两个都是由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和复杂性 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人的需要是劳动 在劳动基础上创造的 是吧 在劳动基础上创造的 那么动物呢 是没有劳动的 所以动物的需要是自然性的 是自然性的 是非社会性的 而人的需要因为是劳动的 所以呢 这个人的需要是多样性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解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是吧 需要和劳动是两个概念 需要和劳动是两个概念 就是说 人的需要成为社会性 成为一个发展的基础 它是以什么 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的 是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 它都是通过这个劳动啊 而产生出来的 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 人的需要和劳动 是两个概念 是两个概念 但是在第三个 第三个规定上 在需要和实践的总体的规定上 它是把什么 需要就是劳动 劳动就是需要本身 就是说 所以它说什么 劳动成为需要 劳动本身成为需要 就是说成为人的一个最高的需求 你如果说人的社会存在 它对工具的依赖 所有这些东西 对于这个人的存在来说 需要来说 还是一种外在的 那么作为劳动的需要 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 这样对于需要来说 它是不是分了层次的 分了层次的 那么就是说 这个需要的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在它那儿啊 需要啊是分了三层 就是它对需要的探讨啊 我们说它存在主义意义是什么啊 它是分了三个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什么 人的生成的需要 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啊 动物也要生成 任何一种物种它需要生成 都是需要这个 都是有一种需要 这是人的 我要吃和 我要生成 我要维持我的这个种的繁衍 我就必须啊 什么 我要有一种内在的需要 只有有需要 我才能发展 才能生成 那么这是第一个 是吧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人啊 一个它是作为生成的 这样一个需要 那么第二个呢 它说什么 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需要 能作为一种社会存在 它包括它要制造工具 把建立一个复杂的社会机体 我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机体 复杂的社会机体当中 我才能发展 所以它才有多重需要 那么第三重需要是什么呢 能自身的价值实现的这样一个需要 作为我的最高价值实现需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它的劳动 劳动本身成了需要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劳动啊 它不是一个中介 不是说我对外部世界要创造的一个中介 而是劳动本身成了需要 能要劳动本身啊 就作为什么 它的一种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所以需要的这个规定 它对需要的这三重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啊 作为一个需要 作为一个内在动力啊 它的发展 它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一个是就能的 从低到高 从低到高 能首先是自我 是一个啊 作为它一个 就是说感性的这样一个存在 就是说一个不自觉的 或者什么这样的存在 那么第二个呢 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 第三个呢 它作为自身价值一个 把劳动本身变成自己的需要 把劳动变成自己的需要 所以这三个规定呢 它是不断的递进的 也表现了能作为一个 它的深层 作为深层啊 这个需要对于它的深层来说 包含着什么意义 包含什么意义 包含着由低到高的 这样一个不同层次的 这样一个需要 不同层次的需要 所以这样呢 它就是通过对需要 我们所以说 我们说它正是通过 这样一个需要 对需要的这个规定 把人的深层要素 整合到实践当中去了 就是你在讲实践的时候 作为感性的实践 作为人的创造 是不是要到劳动里面 他就什么 变成了能自身的这样一个创造 能自身的这样一个创造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对这个劳动 这个需要的这样一个说明 对需要的一个说明呢 实际上是对能的什么 对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说明 能的自我发展 我作为一个能要存在 我应该真正一个完善的人 一个全面的人 他在他的需要当中 需要哪些要素 需要哪些要素 不是说我只要吃吃喝喝 或者我在社会上存在 这个我就可以满足了 而是要包括什么 我自身要达到什么 对劳动本身的这样一个需要 也是对我自身创造的这样需要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说 他对这个马克思不是也讲了需要吗 也讲了需要 为什么他的这个规定 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呢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需要的 这样一个分层啊 对马克思在这个 马克思讲的这个需要 就是在这个得意形态里面 主要是讲的这个工具 是吧 由于工具的这样一个 刺激工具的革新生产方式的 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不断地刺激人的这样一个需要 可以说是在这一个层面上啊 讲它和工具的关系啊 被定义了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 就是说劳动本身成为需要 劳动本身成为需要 马克思在讲他的 现实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讲 他可能在这个 就是说他是在 一八四人经济学手稿里面 虽然提到劳动是能的本质 但是他没有把它拿入到 这个需要这样一个 一个范畴里面去讲 所以他通过对需要的 这样一个看一看 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啊 作为了一个实践概念呢 作为了一个重新的 这样一个闪持 作为一个重新的闪持 那么这个呢 是从这个实践概念的 这样一个规定上面来讲的 实践概念规定 同时呢 他在这个基础上啊 通过对这个实践概念的 这个规定 那么他也修改了 马克思的这个实践的结构 对实践结构的说明 就是在实践的结构上呢 他主要是修改了那种 就是说传统马克思主义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以及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个构造起来的 这样一个结构体系 也就是说呢 它是以社会结构为核心 构造起来的这样一个实践模式 就是以前讲的这个实践模式啊 马克思讲的这个实践 讲的马克思的实践模式什么 它是以实践结构为核心的 也就是说以实践的发展的规律 为核心的实践模式 实践模式 那么在这个实践模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础 也就是生产力 技术和劳动组织 然后是结构 是生产和财产关系 然后是上层建筑 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 是吧 这是我们讲的基础 然后这个首先是这个生产力 然后是讲的这个经济基础 也就是讲的结构 然后讲的上层建筑 三层楼啊 三层楼 那么在三个层面上 这个构造起来的 他认为啊 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这样一个实践模式 并没有狼瓜实践的全部内容 就是说它仅仅是什么 是一种以这个技术为核心 构造起来的一个实践模式 是吧 我们讲的这个因为你是建立在生产力 生产力 特别这个生产力讲的什么 技术和劳动组织 所以在这个技术和劳动组织上面 构造起来的全部都是什么 一个技术性的模式 一个技术性的模式 所以这一个模式呢 它认为啊 不能开阔实践的全部内容 因为它没有给予语言逻辑和规律 适当的地位 就是它讲的这个 作为感性的这个实践 实践的感性呢 它有一个什么 它是有意义的 那么有意义的是什么 包括符号语言 包括符号语言在内的 所以他说以前的这个实践模式啊 是没有把语言逻辑和规律啊 放到里面 放到这个实践概念里面 没有揭示认识和文化的实践意义 认识和文化的实践意义 也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个文化把它放到这样一个实践里面去 你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样一个实践 这样一个实践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缺陷呢 也可以说是根据他自己对这个感性实践的这样一个理解啊 对感性这个概念的理解 这个联斐福尔呢就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模式 他认为从实践发展的规律看 实践有三个层面的内容 三个层面内容 重复创新和鉴于两者之间的模仿 他说他不是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构造起来了 而是什么 重复创新和鉴于两者之间的模仿 那么他说重复是什么 重复的实践是指的同一知识同一行动 在以确定的系统内反复的进行 就是所谓重复 他认为这种重复是必要的 如果你不通过重复 你是不能积淀的是吧 我任何东西我只有通过不断的重复 你才能够积淀下来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他说是模仿 也就是在这个创新重复和创新之间的这样一个模仿 他说模仿的实践呢 是遵循同某一种操作模式 偶尔有非模仿的创造 就是他基本上是模仿 基本上是模仿 但是偶尔有这个非模仿的这种创造 他说但是这种创造呢 是无意识的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 是创新的实践 也就是革命的实践 这是最高的实践 那么这种活动呢 能够在认识和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当中起作用 所以他认为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这个实践当中 创新的实践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人的思想和情感都是通过创新的实践而进入实践的 进入实践和生产力和社会形态发生关系 活得自身的现实性和历史性 他说不仅如此呢 这种创新还通过人的通过对自然和人的自身的生物性的存在的不断改造 而为实践创造的多种可能性 这就是讲的异化和非异化的存在 所以他认为马克思正是在说明异化和非异化的这个存在当中呢 使他的实践哲学超越了这样一个近代哲学 超越了近代哲学 这就是他对这个通过对实践概念的规定和这个结构的解释 把人的文化 把人的这样一个生活文化及其变革方式引入了实践 这样就为他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理论的打下的一个基础 打下一个基础 打下一个基础